极地涡旋造成全美出现创纪录的低温 让美国德州也陷入了断水断电的窘境 甚至还让德州海岸一带的上千只海龟冻江瘫痪 《国家地理》杂志报道指出 这是美国自1980年国家海岸级大级总数NOAA开始记录以来 最大的冷昏迷事件 截至2月19日为止 德州海岸线上已经有将近7000只冷昏迷的海龟被救起 根据德州帕德里岛国家海滨脸书页面显示 这个数字到了周日时上升到了9400只 受影响的海龟种类有绿锡龟、赤锡龟以及啃氏龟 当海水温度降到摄氏10度以下时 海龟就会发生冷昏迷的症状 当这种症状发生时 作为冷血动物的海龟 心跳会开始变慢并出现瘫痪 在这种状态下 海龟更容易被掠食者攻击 被船只袭击甚至是溺水 数千只获救的海龟在回复期间 被安置在南帕的雷岛会议中心 当海水温度回温到摄氏12度以上时 这些海龟便会被放回到大海 盛阳东尼奥新闻快报报道指出 截至周一为止 仍有许多冷死的海龟被发现 这到底越来越哪出啊 一位英国女子在刚产下第二胎后 发现她的伴侣劈腿 而且劈腿的是自己的母亲 24岁的Jess Aldridge 告诉太阳报 当她带着新鲜儿回到家时 发现男友Ryan Shelton和自己的母亲 Georgiana私奔了 2020年底 Jess大富翩翩时 她和Ryan搬去葛洛斯特郡 和她的父母Eric和Georgiana同住 当时他们一岁的大女儿Georgiana 和Jess的妹妹同住 Jess以为搬去和她的父母同住 是一件很棒的事 因为她的父母可以帮她照顾孩子 但是现实和期望落差很大 因为新冠肺炎肆虐 英国实施封锁 他们必须待在家里 两人搬进父母家几星期后 Jess发现自己的母亲 好像不时会和男友Ryan调情 Jess说 我住在家里很痛苦 尤其Ryan常和我母亲调情 我感到很不舒服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经验 Jess的母亲常常穿着短睡衣 有一次 Jess跟发现男友摸了她母亲的屁股 虽然Ryan跟他母亲始终坚持他们之间是清白的 但Jess一直怀疑两人有染 1月28日 Jess剖父生下第二个孩子Rubin 生下儿子后没几个小时 Ryan就传来分手讯息 宣称他受够了Jess 指控他和他母亲有啪啪啪 Ryan离开前 在医院只看了Rubin几分钟 隔天Ryan又过来看了Rubin几分钟 不过他其实只是来拿他的东西而已 Jess在1月30日回家时 发现他母亲和Ryan已经一起搬走了 两天后 Ryan终于承认他和Jess的母亲在交往 两个人更在脸书上宣布他们正在恋爱ING Jess说 我母亲对我说他爱上了Ryan无法自拔 Ryan也说同样的话 我很震惊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在我整个怀孕期 他们一直在计划这件事情 他还说 他失去了一切 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爸爸 现在Jess已经搬出他父母的家 这样这座小岛上有数千只黑白相间的企鹅 使他变得特别醒目 比利时一名专门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 在2019年12月到此地进行围棋两个月的探险 其中有一天他们来到南乔治亚一座小岛 要拍摄国王企鹅的照片 海滩上至少有12万只企鹅 起初一切看似都很正常 直到Adams发现一只非常奇特的企鹅 当他定睛一看 原来这只企鹅是黄色的 Adams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黄白色的企鹅 居然连一根黑毛都没有 他坦言 他和其探险伙伴相当幸运 才能一睹奇特黄白企鹅的风采 而且他们的视野相当良好 纵使当时有无数只动物出现在海滩上 却丝毫会挡住这只特别的企鹅 Adams表示 这只企鹅之所以是黄白色 是因为它罹患了白变症 代表企鹅体内的细胞不会再产生黑色素 所以黑色的羽毛就会变成黄色和乳白色 白变症的程度非常广泛 从几根毛发到全身变色都有可能 除了黄色以外 白变症也可能会造成七额的毛变黑 也就是黑色素沉淀 若是变白则为白化症 发现黄白七额后 Adams和同伴持续进行了八周的探险活动 探险中他拍了数千张照片 在拍摄完一年后才公布这些照片 沙奥迪阿拉伯一个选美盛会 取消了12只美丽骆驼的参赛资格 因为大会单位发现这些骆驼 施打了肉毒感菌 好获得更有吸引力的外表 哇 原来会打肉毒的不止人类啊 2018年1月举行的骆驼选美比赛 有大约3万只骆驼为了参加阿普杜勒阿奇兹国王骆驼节 聚集在位于距离首都利亚德120公里的达赫纳沙漠地区 比赛的奖金非常优渥 参加选美和赛骆驼的总奖金约为美金5700万元 而光是选美单项奖金也有3180万美金 为了要有完美的表现 有12只骆驼注射了肉毒感菌 最后落得遭到比赛出名的下场 阿利阿尔·马斯罗尔是知名阿联酋培育员的儿子 也是骆驼节的常客 据他表示 通常骆驼会将肉毒注射在嘴唇 鼻子 下巴或是单独注射在上唇或是下唇 根据The National News报道指出 在比赛开始前几天 有一位兽医被发现在为骆驼整形 在他的诊所内 骆驼不只能施打肉毒 还会动手术让耳朵缩小 精致的耳朵是某些沙国骆驼品种的必胜法宝之一 一名骆驼寺主阿利奥拜特告诉The National News说 这些作弊者为了增加优势十分有创意 他们会在将骆驼出售之前几个月 就改变他们的外观 骆驼选美从2000年开始 是阿普渡了阿祁兹国王骆驼节的重点活动 该活动的首席评审Fawzan Al Mahdi 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 骆驼是沙奥地阿拉伯的象征 我们以前是因为需要保留它 现在则是为了娱乐而保留 原来注射凡士林真的能让男生的小弟弟变大 喂 千万别这么做 这位不具名的45岁男子觉得小弟弟骚痒 忍耐了长达5天之后才前往就医 这位男子来自于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 他发现自己的命根子长满了肌液 又出现了溃疡 接着导致腐烂出血 这名病患也感到了虚弱还发烧 他向医生谈言 两年前他在下体注射了凡士林 想让小弟弟变大 阿曼阿密医生为医学期刊《密尿科》个案报告 其中一篇报告的作者 而他表示这位男子的小宝贝严重变形 脸的软啪啪又含有严重的记忆 上面还有人肉遭啃咬后腐烂的小点点 而经过诊断这位男子罹患福尔尼埃市坏区 是一种试人肉的昆虫 该生物啃食了这名男子的下体 外科医生紧急为他进行手术 切除坏死的部分 并抽出小弟弟上的笼包 这名可怜的病患在接受进一步手术前 还经历过重症招呼 医生表示最后他做了三次手术 才成功移除所有受感染的腐烂组织 而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就是阴囊的部分 住院的第十天他终于退烧了 血液也恢复稳定 接下来则交由整形团队 来处理小弟弟及阴囊腐烂的皮肤 一个月后病患便平安出院 报告中阿明医生写道 造成病患离患福尔尼碍事坏区的原因 是因为凡士林此义无注射进入了小弟弟 最终变成感染 而有趣的是 据报证明男性病患 在夏天注射凡士林的行为 在南太平洋岛国十分盛行 波音777喷射机 于上周六发生引擎起火爆炸的事件 网路上也奉传了碎片 不断从燃烧的引擎脱落的画面 而美国波音公司 目前已经建议全球数十架 波音777暂时停飞 根据BBC的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局下令 对波音777实施进一步的调查之后 美国联合航空 目前已经暂时停用 所有采用普惠公司 4000系列引擎的波音777客机 这一次发生右侧引擎故障的是 基林26年的联合航空波音777200 引擎在飞行时起火爆炸 在空中一边燃烧冒烟 脱落的残骸 不断掉落到美国科洛拉多州 丹佛布鲁姆菲尔德的郊区 所幸机上所有乘客及地面军 无人伤亡 联合航空为唯一一家 使用777型的美国航空公司 其他使用这款机型的航空公司 在日本以及韩国 美国联邦航空局下令 针对该机型引擎独有的空心风扇叶片 进行加强检查